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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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中共兩會結束 仍有訪明失聯 硅谷銀行倒閉 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 拜讀李宗盛大師文章 日本讀者表示道破天機 起名人心 紀念籃球巨星科比 首映湧流好萊塢中國劇院前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中共兩會已經於日前結束 各地被強制旅遊、上港或軟禁的 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得到釋放 但仍有不少被軟禁的訪明與外界失聯 據報導 異議人士季風被旅遊半個多月 日前雖被解除旅遊 但因旅遊期間爬山涉水 導致痛風病發作 需休息幾天再回京 而獨立媒體人高瑜已從山東回到北京 有北京市民表示 今年兩會維穩比去年更嚴厲 可見當局內心充滿恐懼 大陸訪民馬律師透露 警察一直跟蹤他 攔截他 他們一直在跟蹤我 我就去了豬州 住了三點 第四天我出來的時候 我就看那個走車已經在那等了好久了 看我們走了呢 他們搶車就去別的地方了 但我現在跟我在哪兒坐火車都被攔截 他們就是漢兵警察就跟蹤上海神嗎 一直在跟蹤我 他們就是沒公開就按距離跟蹤嗎 進不去啊 大家可以控制到四月幾萬呢 已被解除看守的維權人士尼玉蘭 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北京本地人據說14號撤崗 也有一些訪民來北京後 被抓回去限制人身自由 也有失蹤的訪民 不知道現在被囚禁在何處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陳傑、李珊珊、李佩玲採訪報導 週三、浙江省泰州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林毅 涉嫌嚴重違法違紀被當局調查 與此同時 山東維芳市原副市長、政法委副書記王伯祥 在近日死亡 兩人都曾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受到國際組織的追查 通報稱 林毅因涉嫌嚴重違法違紀被調查 但沒有說明具體原因 林毅仕途一直在浙江 曾任浙江省海寧市委副書記、書記、副市長、市長 2015年起任金華市副市長、義烏市委副書記、書記、市長 2019年起任台州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 浙江義烏幹部學院院長 另據《明慧網》報導 林毅曾追隨江澤民集團參與迫害法輪功 對80多歲法輪功學員包玲玲和王梅、錦平 被非法關押 負有責任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對林毅曾任職的職位、台州市政法委、金華市委 義烏市委等發出追查通告 同一天 奇魯晚報證實 山東維芳市副市長、政法委副書記王伯祥 日前3月13號患癌症死亡 他生前獲中共所謂改革先鋒稱號 但他也因為迫害法輪功學員 被追查國際、戀案追查 據《明慧網》報導 王伯祥對維芳時法輪功學員李天明一家十幾人遭受迫害 負有責任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梅、陳茜綜合報導 美國矽谷銀行倒閉後 美國政府承諾儲戶都能領到錢 這讓中國河南村鎮銀行的儲戶羨慕不已 並感嘆中共政府已無信譽 美國矽谷銀行10號凶告倒閉 美國政府宣布存款人從13號起都能取得所有的錢 而在中國去年發生取款難的河南村鎮銀行 還有近2000名50萬元以上的大額儲戶 至今一分錢領不到 儲戶在推特發帖質問 矽谷銀行第一時間財長發話 三天解決問題 美總統也出來說話 請問河南政府呢? 很多被非法凍結存款的儲戶報警無數次 警方都不立案偵查 最近一名律師儲戶提供的報警錄音顯示 河南警方態度敷衍 一再推脫 這名律師在電話中強調 根據我國相關法律 只有公安 國安 海關 稅務等7個部門 可以凍結銀行卡 不包括銀行和監管部門 最近有儲戶接到某銀行員工 打來拉存款的電話 這名儲戶當場拒絕 因為他對政府已失去信任 我們銀行針對像您這樣的優質老客戶 推出了新的存款產品 一年期綜合收益最高可以達到4.4%的 河南存證銀行把我們的錢耍個賴就不給了 怕了 不敢在這外面買了 這個國家的行為已經沒有了 多少人被打 被傷害 被被抓 所以都怕了 不敢在外地存銀行 據瞭解 很多被凍結存款的河南存證銀行储戶 傾家蕩產 生活困難 投訴無門 追討存款的維權行動都遭到阻撓和打壓 大批儲戶到北京信訪 露宿街頭 新唐人記者熊斌 黃宇寧採訪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6日下午與韓國總統影席約會面 北韓在當天上午又試射了一枚彈道飛彈 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之外的日本海 近期中國的非洲豬瘟感染病例激增 有分析師推估 目前中國北部產區 豬瘟感染面積可能達到50% 恐使生豬減產並推高價格 美軍MQ-9無人機14日在黑海上空遭兩架 俄軍蘇凱27戰機撞擊後墜毀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主席密立指出 目前殘骸回收作業有困難 將採取相關措施防情報洩漏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奇表示 波蘭政府將在未來4到6週內 將一批米格29戰機移交給烏克蘭 並套路有多國有意跟進 美國神韻世界藝術團 臺灣巡演第四站來到彰化 3月15號 在園林演藝廳的首場演出 全場爆滿一票難求 臺灣玻璃製造公司董作林兆衰 已經成為忠實粉絲 連續幾年觀賞神韻 盛讚神韻是最頂級的演出 臺灣知名玻璃製造公司董作林兆衰 已經是神韻的忠實粉絲 他讚佩神韻傳遞善的能量 讓社會更美好 演員很精湛的一個演出 然後讓大家去感受到社會的一個溫馨 而且對於這些歷史人物 他們行俠仗義的一個作風 可以讓我們很欽佩 許多企業界精英感動 希望與更多人分享 不僅都非常的講究 我覺得這個方面很有美感 我就是一直都會介紹朋友 一直來支持我們的神韻 目不眨眼就一直看下去 我自己小孩我去學舞 我看到他們就有點想哭 就真的大家都很用心 而且他們那個肢體真的很漂亮 我會繼續再來看第二場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很浩大很好看 而且就是所有的他的自己表演的 讓我們的出神入化 所以我想推薦就是請我家人再來看 神韻將在彰化展開五天六場的演出 門票早已全部售罄 彰化縣長真耀都致贈花籃 祝賀神韻演出圓滿成功 新唐人雅力電視 史志成林佩雲 檀門彰化採訪報導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的 《為什麼會有人類》一文 發表以來持續引發反響 日本自然保護會理事長公希姓志 在拜讀文章後深有感觸 他表示文章不僅僅是對漠視人類的警示 同時也是引領人心靈昇華的指名燈 公希姓志說 人類一旦走向墮落 就很難回頭 人類道德的下滑 正在加速整個社會的敗壞 現在的人類社會狀態 與他幼時相比 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金持ちはもっとお金が欲しい もっとお金が欲しい それはいただきがない頂点がない いくらでもそうなって ところが貧しい人たちは 我々が小さい頃貧しかった時は 隣近所を助け合わないと生きていけないから 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たんですよ 公希姓志在拜讀 《為什麼會有人類一文後》表示 自己要做一個更好的人 想更多的去幫助他人 他說做好事表面上看是幫助了別人 實際上是幫助了自己 いいことをするというのは 人のためじゃないのよ 自分のためなのよ 席を譲らせてもらう 座ってもらう 傘を上げて 雨から守ってもらって喜んでもらう 相手に見返りを求めることも必要ないし 公希姓志說 在拜讀李洪志大師的 《為什麼會有人類一文後》 知道了無論世道如何變化 善惡有報是天理 因為這個世界是有神佛在看護的 因此正信對人類來說是很重要的 也只有正信的力量 才能解救人的心靈 新唐人電視台日本記者站東京採訪報導 找到人生的方向燈 護士長崔景順的修煉故事 歡迎回來 韓國的一位護士長 在人生中面對各種矛盾和衝突時 總是能夠樂觀面對泰然處之 她是怎麼做到的呢 一起來看她的故事 成為賢妻良母 一直是崔景順的夢想 但是這個夢想的實現 卻經過了很長時間 結婚初期 崔景順的丈夫 用積蓄投資股票 漸漸沉迷於此 最終到了失去視野的地步 無論怎樣勸阻都無濟於事 萬事不遜的丈夫 開始釋救 並口出惡言 丈夫作為男人 不能履行她的責任 這種情況下 女人不就會產生埋怨心嗎 甚至無法溝通真是別死人了 所以就寄存了很多的怨氣 心裡想 如果丈夫不想改變這些 我就離婚 離婚 我就是抱著這樣的想法生活著 2009年冬天 父母去世後不久 崔景順夢到無力攤坐的地上的母親 景順猜想是墓穴出了問題 於是和朋友一起去了墓地 在回來路上的休息站裡 和朋友落起了家常 我的丈夫一喝酒 我們夫妻關係就不好 當時我的朋友這樣和我說 告訴你一個能戒酒的方法 她將法輪大法網頁的網址 寫在了這麼大的紙條上了 後來我就一直保留著這個 過了幾個月後 我登錄了這個網站 真善忍這三個字 和可以免費學習 深深地印在景順的心裡 特別是《轉法輪》一書中 將過去生活中的疑問都解答出來 之後 景順對《轉法輪》這本書 愛不釋手 有時間就讀 從來沒有這樣被吸引 或癡迷的讀書 我愛不釋手 讀完之後 我之前生活中的疑問都解開了 就連等信號燈的時候 我都會閱讀放在副駕駛位置上的《轉法輪》 人為什麼要活著 我常常會產生這樣的疑惑 當時遇到法輪大法真是太幸運了 就在那時我得到了 我確定了我人生的目標是什麼 人生目標 在我沒有希望的人生點上 簡單地說就是又有了希望 修煉兩年後 丈夫開始反對景順修煉 並突然提出要離婚 每到這個時候 景順都會對丈夫產生埋怨心 但是作為煉工人 景順知道應該放下執著心 就在我一點一點地放下 對丈夫埋怨心的時候 丈夫開始有了變化 我對法輪大法有了堅定不移的信念 這給了我力量 我認為只要我變好了 周圍的人也會隨之改變 現在呢 我的丈夫不再對我說 讓我傷心的話了 也不再讓我難過了 更幸運的是她借了煙酒 從那以後 丈夫不再反對景順修煉法輪大法了 還在修煉上幫助景順 修煉法輪大法已經進入 第13個年頭的崔景順 針對自己身邊出現的不好的事情 都會先找自己的不足 她認識到自己的改變 會讓事情也變得順利起來 我認為應該努力讓自己變成好人 通過修煉看書 不斷地改變不好的想法 通過這些努力就會意識到 人就是要成為好人的道理 轉法輪是我的全部 這樣說的話會很難理解 但是我通過修煉 真的找到了我的人生方向燈 我會一直朝著那個方向行走 新大人電視台韓國記者站採訪報導 稅務專家談五日三行 打造專屬的稅務計畫 對於如何提升稅務專業能力 南加州的資深會計師分享了秘訣 五日三行 他介紹通過這種日常習慣 會計師能更全面地考慮各種政策法規 提供民眾更優質的稅務服務 南加州資深會計師李重振 推薦五日三行的方法 以提高稅務專業能力 打造完善的客製化稅務規劃 我要做一個全面的考量 然後要精打細算 要知己知彼 才能做一個完整規劃 曾子講過一句話就是 五日三行不深 在我們的會計師裡面 我也要三行 三行什麼呢 第一個 Who Who are you 你是誰 你是誰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來自於哪裡 你是移民來的 你是學生 還是來這邊玩的 這樣就會決定你的稅務身份 他表示 作為會計師應該充分了解客戶需求 我想說 What are you 總結一下你的身家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做稅務規劃 你是什麼樣的財富階段 你是什麼樣的收入階段 你投資在什麼樣的項目 會影響到你的稅務規劃要怎麼做 由於稅法和規定因州而異 因此會計師在制定稅務計劃時 也需考量客戶所在地 第三省就是 Where Where are you 你在哪裡 你在美國加州嗎 還是你在內華達的居民 內華達沒有所得稅啊 沒有個人所得稅 美國應該有八個州是沒有所得稅的 美國又有九個州是屬於夫妻共有財產制 你是屬於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要做一個客製化的稅務規劃 他指出 通過五日三省的生活習慣 會計師能更有效整理和記錄關鍵事項 進而更加完善稅務相關事務 新唐人記者 郁金謝芝欣 Rosanke採訪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英國金融時報發布2023年 亞太地區高成長企業排名 台灣方面有15家企業入列 排名最高的來自金融科技產業 數量最多的則是資訊科技 和軟體業 矽谷銀行的倒閉效應 持續引發連鎖反應 投資人擔心銀行業的危機 可能引發經濟衰退 並減少石油需求 國際油價15日重挫近5% 創一年多來新低 多家外媒都引述知情人士報導 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近期已告知字節跳動 要分拆TikTok的美國持股 要求中國股東出售股份 否則美國將對TikTok下達禁令 鴻海河旗下工業複聯昨晚公告 主奔中國大陸投資事業紫光集團案 山東煙台海秀以一約支付人民幣 53.8億元至新維基金賬戶 轉讓完成後工業複聯 將不再間接持有紫光集團股權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紀念籃球巨星科比 首映湧流好萊塢中國劇院前 為了紀念已故籃球巨星科比 好萊塢中國劇院周三 正式將他的手印和腳印 永久嵌入劇院前的水泥地上 一起來看 周三好萊塢中國劇院 為NBA胡人隊球星科比的 手印和腳印重新揭幕 並將他們永遠陈列在 劇院前的水泥地上 曼媽精神是科比自己 定義的一種態度 永不言敗在困難中創造奇蹟 前胡人隊總教練施考特認為 曼媽精神是科比留給這個世界 最珍貴的禮物 早在2011年 科比就成為了第一位 在中國劇院留下手印和腳印的 運動員 多年來中國劇院以輪流展覽的方式 向公眾展示各大名人的手印腳印 不過從週三起 科比的手印腳印 將在劇院前永久展覽 新黨人電視台記者 李佳音 朱立安 洛杉磯採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聲明 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2023年3月16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989萬2330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3782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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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